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3年1月12日 今天的第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有一件事想和大家集中討論 就是關於大家期待已久 等候判刑的35家非法初選案 這件案件中47名被告 當中有30名被告已認罪 而昨天 法庭處理了其中16人的管理聆訊 在這個管理聆訊中 當中出現了幾點 首先第一點 就是我們三名指定國安法法官 有一名法官退出了 為何會退出 因為甚麼原因 稍後會和大家說說 而第二件事要說的是關於黃之鋒等人 黃之鋒等人的代表律師聲稱 非常擔心如果法庭要等所有人的案件完結 才會把這些認罪的人判刑 是會對他們造成不公平的說話 但就著控方律政司那邊認為 黃之鋒等人有機會要坐六年多的監禁刑期 到底這個監禁刑期是怎樣得出來的呢 如果法官要等不認罪的被告全部審訊完成 才正式對這群人判刑 那又會不會造成不公呢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說說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 開啟麥噹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好 影片正式開始 今天這段影片最主要要和大家說的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 一直等法庭審訊的35家非法初選案 這件案件亦可視為攬炒派大攬炒案件 由戴耀廷發起攬炒香港十部曲 導致這47人全部被拘捕 當中亦不乏攬炒派的主要頭目 包括黃之鋒等人 這件案件35家不是拘捕35人 而是47人 而當中有30人 很明白事理 也很清楚知道他們是入眼罪的 所以當中這30人就選擇了提前認罪 而法庭在昨天處理其中16名被告的 管理聆訊 也就是就著他們的案件有甚麼手續 有甚麼法庭需要提前處理的 就在這個案件的管理聆訊中處理 而昨天就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就暫代高等法院而去處理這件案件 當中這個案件出現了幾個風波 首先第一個風波 就是三名指定國安法法官去處理這件案件 而其中一名國安法指定法官 竟然暫時退出 據知道這件案件原本是由指定法官 陳慶偉 陳仲恒和陳家信去處理 但法官陳慶偉在昨天開庭後指示 說法官陳家信因為健康理由將會退出這件案件 改為國安法另一個指定法官李運騰審理 所以預計審訊日期將會延遲一至兩個星期 而有人問 陳家信到底得了甚麼健康理由 甚麼病情導致沒有辦法審理35加 會不會有陰謀在背後 老實說 這件事件估計陰謀真的沒有那麼多 而法庭那邊由於保障法官的私隱 也沒有透露是因為甚麼健康理由 相信我們的法庭也會公正處理 亦應該不涉及到恐嚇 所以估計這次陳家信的法官 很大機會真的因為個人的健康理由而退出 這應該是沒問題 大家不用擔心 亦不會放生這班被告 另外還有其他相關的爭議 在這件案件中 由於剛才和大家說過 30名被告提前認罪 早前法官亦表示這30名被告雖然認罪 但在這刻未能判刑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法官希望等候 還有那17名不認罪的人審訊完 而讓法官可以詳細地了解相關案情 整件事的發生 他們主要的角色是怎樣擔當 從而決定這30人怎樣判刑 老實說 我認為法官的做法是對的 因為這班人現在認罪是爭取可以坐小一陣 但如果法庭在任何情況都不清晰 連那些人在非法初選案中所擔當的角色 是主要 次要 輕微一點 還是純粹一個跑腿 判判也有所不同 所以法庭這次的判決 或是等所有人審判才判 我支持 但在昨天的聆訊中 當中的16人中 有7人的代表律師表示 說非常擔心 如果法官要等待整個零訊 整個案件的所有人這47人全部審完才判刑 有機會導致他們坐牢 他的意思是 明明我可能坐牢兩年 現在等他審完 可能整個案件要審三年 到時判刑的時候我就多坐牢一年 他們提出有所謂的擔心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這群人罪大惡極 判刑也不會輕 而這次就這件事 控方那邊律政司也表示 就說由於這群被告涉及的 是透過初選意圖令議會瓦解 迫使特首辭職甚至令政府停擺 案情十分嚴重 即使法庭採用法律中針對 首要份子或罪恨重大者的量刑標準 即是十年監禁起步 都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亦不是不公正 何況案件中所有被告都積極參與初選 推動去摧毀政府和議會 罪責仍然屬於一個比較高級別 需要判處的監禁亦不會低於三年 亦在法例要求是三至十年 即使採取一個中委數 也要判刑六年半 所以律政司那邊看不到任何風險 這群被告會多坐 老實說 這群人 我個人估計 戴耀廷 歐樂堅等推手 主要的搞手 很大機會會判處十年以上的監禁 因為他們是首要份子 而其他人 如黃之鋒等人 參與其中 有機會被判處 正如律政司所說 是次一個級別 而次一個級別其實是三至十年 所以律政司用中委數 三至十年中委數也六年半 這件事亦非常合理 簡單來說 律政司那邊認為 這群人的判監應該是六年半起跳 這也是一個可以預計的結果 這也是一個好結果 我非常開心 如果是六年半以上 當然 最好全部判十年以上 因為這個非法初選 他們推動的 是要摧毀不僅我們香港政府 更加要摧毀中國政府 中央政府 這件事 其實他們坐十年 我也覺得不夠 不知道大家認同 下面留言說說 不過就著這個案件 律政司那邊表示 接下來有機會在法庭上披露一些新的證供 有機會會影響到這群認罪的人 他們在參與這件事中的一些主要角色 或是他們參與的身份嚴重程度 從而法庭有機會有一個新的判刑 而辯方那邊表示有機會會造成不公 所以他們又提出了 我們反對這件事 但無論他們怎樣反對 結果就是結果 他們坐牢是避免不了的 而法庭那邊最終就著這件事 這件事亦提出了一個最主要的判刑 就是法庭在昨天的開庭後 休停了一個小時 審議後決定 維持原先的決定 就是說所有認罪的被告 繼續等待不認罪的人 他們現在連累你 等你等久了 而這群人等待他們後才一起集體判刑 這也是一件好事 全部都要坐六年半以上 現在也不差在 這件案件估計今年年中至年尾應該有機會完成這個審訊 而這群人本身已經還押了兩年 也就是說 其實他們未來還有幾年的監禁要坐 看看他們現在在監獄中如何度過他們的餘生 但辯方也提出了一個重點 就說無料期的等待是不人道 也提及到如果一些被告一早準備好認罪 如果法庭要等待後審完才判 是有機會妨礙他們日後的更新計劃 要令他們無料期等待非常不人道 老實說 如果黃之鋒現在跟你說 早點坐完早點走 然後讓他有一個更新計劃 你信不信他會更新 我就不信了 反而我覺得他是早點坐完早點出來 繼續收錢繼續搞反中亂港的事 而且我也挺肯定 這47人如果他們放出來後 有部份的人一定會參與所謂的國際線 他們肯定會馬上離開香港 然後繼續唱衰香港 甚至他們以自己是國安法坐過牢的人 被國安法迫害的人的身份 然後在國際戰線上繼續抹黑香港政府 一定是這樣 這是我的預測 不知道大家覺得準不準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 亦歡迎大家預測一下 到底這47人他們接下來要坐多久 在影片完結前 我也想和大家重複一下 就是這個初選案每一個被告獲准保釋的條件 因為當中有些人是獲准保釋的 第一個黃子月 由她的丈夫提供5萬元的人事擔保 不可以離開香港 遵守宵禁令 每天到警署報道 陳志全10萬元的擔保現金和人事擔保 3人各10萬 黃碧雲現金和人事擔保各10萬 楊雪瑩現金擔保8萬 人事擔保2人各4萬 鄭達雄現金擔保10萬 人事擔保100萬 李宇信現金擔保10萬 人事擔保10萬 何啟明現金擔保3萬 人事擔保2人各5萬 斯德萊現金擔保10萬 人事擔保10萬 林景嵐現金擔保100萬 人事擔保20萬 彭卓奇現金擔保10萬 人事擔保3人各10萬 呂智恆現金和人事擔保各10萬 劉偉聰現金擔保50萬 林柯耀林現金擔保5萬 人事擔保2人各5萬 他們的保釋條件最主要是不可以作出任何 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或行為 亦不可以組織安排參與和協調各級的選舉 亦不可以聯絡外國官員或議員 亦不可以離開香港 當中亦要交出他們的旅遊證件 包括BNO 而且有些人需要每星期到警署報道三至四次 有些人每天都要報道 而每晚12點至早上7點都有宵禁令 好了 說完了 接下來就看看法庭如何判決他們 今天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令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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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